上學跟放學的時候 我們這邊會把這一個 當成通學的這一個走道 把上校通追放上橫桿 這是國小周邊重要巷弄 在上下學會設置成通學校 尖峰時段學童上下課 路線安全很重要 容易發生的狀況都在這個 要變換燈號的時候 那學校的學生大部分都還好 因為我們有固定 他都會走斑馬線 那這時候如果行人剩下 三秒五秒轉換的時候 就會從斜角衝過來的行人 他準備衝過去 那這個就是比較容易 發生危險的 談了十年來 擔任交通引導工作 石先生非常熟悉校園周邊 日前內政部編列50億 改善校園周邊道路 有調查指出改善後的路段 還是容易成為交通死傷熱點 先是政府提報 不需要改善的地點 交通上網人數 依舊是成長情況 如果他提升的是一個硬體 當然道路損壞耗製 是應該做清楚的 不過想了一下 再好的一個籃球場 設備再好 還是有輸的人 所以這個交通安全 我覺得應該在一個觀念上的灌輸 摊開資料發現 內政部國土署核定都市計畫區內 待改善地點一共有816處 各縣市政府提報不需要改善 或者已經自行改善 經過國土署勘察會議同意 解除列拐的地點有519處 比例佔原本待改善的6成 但對比多方數據 發現地方政府提報不需要改善的地點 像是桃園市清晰國小等等 一共31所校園周邊路段 2021年到2023年 交通上網人數呈現成長趨勢 比例將近6成左右 桃園市府表示將會持續關注討論 來進行改善 但這錢全國是否花在刀口上 讓外界省事關注 我們在過馬路的時候 可能需要注意一些轉彎的車輛 在綠燈的部分 那其實這部分的話 我們在之前的交通會看裡面 有跟交通局反映說 將我們的行人 我們的交通號制實相改為行人專用實相 將更可以進一步的 保護學童們的交通安全 分析資料更發現 國土處解除列管的298處 易兆市路口中 像是彰化縣 彰化市中心路 以及介壽北路口等12處路口 2023年第四季交通事故建數 相較於2021年同期 也是提升 顯示部分縣市申請解除列管地點 交通事故還有傷亡人數 仍在持續當中 神經部點出 建議持續盤點高風險路段 列為後續補助縣市政府的相關依據 提升校園周邊安全 這個專案投注了這麼多經費 但目前的執行成效 真的是差強人意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說 在今年4月的時候 才看到他們大概補助 400多所學校而已 全台國中小有2700所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比例 其實還是非常的不足的 校園導護志工 它其實沒有公權力 所以當車輛不聽從指揮的狀況 是時有所聞 也因此常會造成交通意外 當然有為數不少的學校 因為它就設置在交通繁忙的 大馬路旁 所以交通動線還有耗製的複雜度 相對也會增加 人車產生意外的風險 專家點出幾個關鍵 包含校園近年來 志工家長數量減少 讓引導人力日漸吃緊 還有點線面無法串聯 像是部分校園周邊人行道 跟鄰近學校之間沒有串聯 導致連結點無法連線 就容易產生風險 進捐基金會表示 六成發生車禍意外 都是穿越馬路 除了建制區隔人行道 如何透過道路工程 減少相關意外 也考驗當局智慧 穿越的部分 我們有六成都是會發生在路口 所以這個六成的一個事故發生 我們有必要去進行道路的 路口的一個改善 那包含了就是我們的孩子 要站在讓駕駛可以有足夠的市區 看他要進行穿越的一個位置 進行等待 那另外當然有一些標誌 耗誌的一個協力 大家就不用說了 所以說這個部分 我們覺得還是要去有 讓駕駛足夠的一個視劇 看到我們小朋友要進行穿越 大錢砸下去 成效沒出來 交通安全 校園把關 看來這關還有得過 TBS新聞 中東來明台北財寶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